把球拋上右手 你看到左手拋上右手的时候 它会有一剎那停在你右手上面 在这段力量出现的时候 你的右手向下拉 上下 上就拉下 你越早出手 力量越顺畅 越省力 好了 补习班第二课了 为什么我经常说是拉 究竟拉是什么来的呢 因为很多人说我顾弄圆虚 大家试试感受一下这个力量 我们稍后要做一个这样的练习的球 正常我们棒球式长传 拉后 扔前 拉后 扔前 是不是 大家都会这样做的 我建议你先棒球式长传 三十次 为什么呢 就要令到你手臂没有力量 做完三十次之后 你要做的练习就是 并不是拉后了 我们是用左手把球 抛上右手 你看到左手抛上右手的时候 它会有一刹那停在你右手上面 其实它不是一刹那停在右手上面 它是由左手给力开始 它就会黏在你的右手 即使从这里到这里 它都会黏在你的右手上面 在这段力量出现的时候 你的右手 向下 拉 拉 整个手臂拉下来 拉 那个球就会向前 看多一次 刚刚是后 前 不是 不是 我们是上下 上 试一下 下 CM也有点拉向后 上下 上 对了 上就拉下 对了 你越早出手 力量越 越顺畅 越省力 对了 高 丢 funktion 前 正 收橋 实际 inflation 恰困 对了 攻击 第二,在这个传球上面,如果你后向前的话,队友接球很快,但是也会很重,力量会很重,因为你的力量是后向前,在旁边下去的话,球很快,但是不重,因为他力量是旋转, 他只不过加速一张球,并不是右后向前的力量,是上而下的力量,我们试一下在这个练习里面,做好这个练习,拉下去,对了,拉下去,记住不是飞向后,上而下,上而下,上而下, 这个球是很快的,但是很轻的,明不明,我们射球不是控制力量,我们控制旋转, 好了,那我拿一条橡胶带去示范,凹边的力量,如果我们平时是射球的话,是推出去,我们就是,举,推,力量就大约是这样,举,推,是会是这样的, 你会主要用你的肌肉,肩膀,手掌的力量推出去,这个球旋转力一般不会很高,旋转力不高的话,其实他的轨迹就没那么稳定,旋转就是令到和空气磨擦得多,轨道是越稳定, 所以你会看到,今时今日,射得最远,射得最准,射得最多三分的球员,他投出的球旋转也是特别厉害的,就是因为旋转越厉害, 他会和空气磨擦之后,轨道越稳定,我们举边效应就是创造旋转,力量不会特别大, 但是就是因为有旋转,他会在空气磨擦之下,他的轨道反而是更稳定, 更远过我们用肌肉推而不转的球,越旋转的球,去势越强, 推不旋转的球,反而会被空气挡下来,当我们推的时候, 然后边不动的,你要记住跟边一样,我们拼一条边,拼我们的手, 就是上下,上下,就会产生一个很强的力量, 上同下,上同下,上同下,而不是上上,上上,力量不够强, 那我们射球的话,就是这样,我们就是上下,不用力量的, 看到吗?因为我们要用的是述转, 跟刚刚说的做法一样,我们刚刚不是拋的,是不是? 压住核心,拼,然后,拦边,记住,左上右下,拉下来, 记住这个重点,为什么就是说,为什么是拉了? 因为我们不是推出去, 因为我们是左上右下,我们要控制住,由左手产生向上的力量, 用右手转化为旋转,所以你记住,不是推,我们是拉下去, 所以记住拉下去,才是一个最稳定射球的力量, 好,我们又看看CM和Matthew的示范, 又是了,你会看到Matthew的手,始终都不是这样直了, 他是这样的,你这样的话,其实你就会变成, 不会很脱落,因为当你这样反手的时候, 你很容易会挡住你前面,明白吗? 下位,CM试试, 对了,你又是了,你看到CM永远这两个人的坏习惯, 都很色彩的,他又是先转右, 这个九成因为腰有问题,为什么你会经常向这边呢? 就是因为你的腰,它经常往左脚, 记住拉回后,试一下,做回后,拖过来, 停,记住,你记住,手有个基准点, 你看到Matthew现在都将会脱手了, 当你抛上去的时候,记住,我们的手是这样的, 是的,所以你是在这里,不是在这里, 是的,你是踏在上面, 记住,是踏在球的上面,你才会拉, 记住,你的手腕如果是这样微微直, 你也是会向左的,记住, 反而你是这样,你的手腕才是直的, 所以你记住,这样是直手腕,我说过很多次,记住,这样,Go, 是的,明白吗? 是的,做得很好,拋上去,再来,停, 手腕也是歪歪了,记住,是这样, 是的,然后这样,是这样,Go, 是的,Good Shot, 射得很好,是的,OK, 接着呢,第二样的技巧, 我们呢,你预计这样,我们拉,有两段拉的, 记住,第一段,掌心,创造第一段旋转, 然后出手的时候,手指再拉,明白吗? 明白,不要单靠手指或者掌心, 用了两段,去拉那个球,你会稳定很多的, 好,再来, 对了,那个头呢,你见了,Matthew的头始终向了前, 就是因为他永远都收后不了, CMD球呢,核心散了,所以变了推, 再来, 用着核心,压下去, 这球就好些了,你往后的头,Go, 停,用了核心先, 先把核心将自己升起, 用这里,升起了,脚差离地, 再压下去,停, 左手也是太近,记住是这样, 左手你记住很紧要, 因为它是,swing的力量是来自这里, 准备啊,停, 都是啦, 你歪的啦, 是这样, 是这样, 这样, OK, 不是,用手,这里, 你用手指尾向外, 手指尾向外, 因为你是推嘛, 你不是swing, swing上去, 不是,你不会推的, 你刚刚不是推, 不是这样, 你一抛就拉的, 抛上去, 好像刚刚那样, 抛上去,拉, 明白吗? 一抛就拉的啦, 不是推, 因为你以前是推的, 所以你的碗要这样, 再来, 是呀, 记住我们是swing, 拉下去, swing, 拉下去, 没啦, 明白吗? 再来多球, 再来, 再来多一点点, 是, 抛, 拉, 是, 明白吗? 不是推, 所以呢, 就是刚刚CM就会比较容易, 跌下去推的误区, 而Matthew呢, 就会是中前, 两个的共同错诸就是, 不够直, 清楚吗? 是的, 男人不够直是很hurt的, 好, 今天, 完!